他们为了解放人民 为了革命 不怕激烧 我们就来 革命激烧 激烧他们 这个历史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盼的晚平城 是一座拥有380多年历史的古城 87年前 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再次爆发 至今晚平城墙的墙体上 依然可见清华日军炮击晚平时留下的弹孔 城内坐落着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中国建设一个纪念馆很有必要 当时认为不仅我们要建立 就是说反映我们七七四变 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这么一个纪念馆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反映中国人民 这个艰苦组织 长期抗战的一个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不仅仅是七七四变 我们要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 这所有的历史都值得我们认真 总结反思从中吸取营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馆长罗存康介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馆的建成和开放让历史既能留存下来又能传播出去 这段历史是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和世界各国有二战历史经历的国家 我们进行了一些充分的交流 然后我们这段历史也是我们所有台港澳同胞共同参与的这段历史 罗存康说 从1987年建馆开始 抗战馆收到了来自抗战老兵 抗战将士后代 还有港澳台同胞 华侨华人等不同渠道的捐赠 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社会隔界 从我们建馆开始大家都主动支持抗战战纪念馆 认为抗战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凡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们 他们留下来的那些食物 食料应该回到这个纪念馆 这些华人华侨都非常地有情怀 他们自己省吃兼用 节约了很多钱下来 甚至自己在拍卖会上把文物买回来 最后五场捐赠给我们抗战战纪念馆 罗存康说 这些捐赠不仅丰富了馆藏 还完善了抗战馆在华侨抗战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日本侵华罪证等方面的展示 是该馆展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抗战战纪念馆展出了2800多件文物 这里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这里只有共产党人奋斗的故事 也有海外华人华侨奋斗的故事 也有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故事 也有我们中国人对各国人民支持的故事 还有我们台港澳同胞和我们共同奋斗的故事 当前抗战馆内布陈包括基本陈列 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和两个主题展厅 其中专题展厅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 是两岸首个全面反映台胞抗日史实的展览 我们建设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厅 主要是考虑台湾同胞这段历史 他们比我们大陆的同胞抗战的历史 现在还要更长 更充满艰辛 从1895年到1945年 他们进行了长达50年的学类抗战 这段历史也是我们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 他们很多人又回到大陆和我们一起抗战 他们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最后也实现了他们的这个梦想 和我们祖国大陆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罗从康称 作为世界各国民众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重要窗口 抗战馆先后赴俄罗斯 美国 白俄罗斯 波兰等国家 以及港澳台地区举办抗战主题展览 将中国抗战的苦难和血与火铸就的历史 讲给更多的人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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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